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期有線Fashion 我是Christy 陳嘉麗 我是Austin 外方 今天是10月25日星期六 以Austin 我覺得是一件不好的事 我又不是這麼想 怎麼也要看是一件善意還是惡意 那如果是惡意你又覺得怎樣 如果是惡意 那其實也未必不對 要看被人欺騙那個是好人還是壞人 那也沒錯 接下來要介紹給大家看這部電影 1980年FBI為了捉壞人 找了世界上最厲害的騙徒合作 進行外體行動 大家記得留意今晚10點 有線41台HBO有片海豪情 片術高手鴨民同情婦欺利 是一對貸款詐騙拍檔 並經營數家連鎖洗衣店和畫廊 但在一次FBI的釣魚行動中被拘捕 為了獲得自由 兩個人被迫和FBI的幹員稅期合作 透過詐騙設局 以釣出更多違法人員 他們的行動首個對象 就是新澤西州卡姆登市市長卡曼 卡曼為了發展地方經濟和創造就業 正在自力吸引在當地開設 合法的賭場投資機會 1.15億元 甚麼呀 甚麼1.15億元 我的意思是 接下來介紹這部電影 他們的製作費是 亞洲、非洲、歐洲三大洲加起來 合共耗資了1.15億元的港元 由成龍鄭宇玲去主演 所以今晚在有線第四十五台 威士卡式台 將會有非鷹計劃 非鷹答應伯爵的請求 和考古學家艾達到薩哈拉沙漠 尋找納稅藏金 他們剛出發的時候 就遇到伏擊 後來又收留了藏金副官 愛孫女伊爾沙加入了尋寶的隊伍 途中他們力盡重重的監險 和人力迫害 在躲避土人的襲擊時候 一行人誤入了流沙區 而陷入地底 卻無意中發現納稅藏金的基地 面對黃金 眾人都是眼花瞭亂 這個時候 一個神秘大漢突然之間出現了 他就是當年參與買金的侍衛之一 而其他的侍衛和副官 都先後死於他的手下 於是非鷹一行人 和神秘大漢展開了一場生死搏鬥 Krissy 你有沒有去過一些博物館 去摸一下動物的毛 我經常都會去 經常都會去 經常都會去 真的這麼奇妙 如果我接下來介紹一部電影 其實就是博物館的模型 每一晚都會出來搞搞震 得人害怕到 又不是得人害怕 大漁 好笑得來又 不是好笑 真的很想試試 你很想試試 如果你也想試試 千萬不要錯 我們接下來 有請第四十台 Fox Movie Stream 晚上的 11點45分 將會有分生豬羅館 拉利是個好人 缺點就是太喜歡發網 即管他出生以來 就從來沒有走過運 新勝樂觀的拉利 仍然相信他命中注定 就是為了一件大事而生 拉利必須要面對生活中 突然之間出現的一個重大問題 就是他接到一個自然歷史博物館 巡夜保安的工作之後 其二又可怕的事情就開始發生了 每日晚上博物館中各類的模型都會活過來 將拉利折磨到痛不欲生 由即日起至11月14日 最後一期的判別是非 首發違紀的交通安全又想由起推出 即日起至11月14日 大家記住這個日期 市民可以去到前往交通事務局行下的布湖村區 永久駕駛學習技巧士中心 或者政府綜合服務大樓 街坊總會、工聯、虎聯 又或者是民建聯核下部分對外服務機構 去索取參加的表格 又或者可以登入交通事務局的網頁 下載 然後再填上這個地點 每次答案的問題就可以自動參加抽獎 而且每一個得獎者 還可以獲贈電子版貨幣注席卡獎 名額總共有50名額 大家怎麼可以錯過呢 為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歌成立65週年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15週年 頁站在接下來的10月26日 有兩場雙慶的活動 活動包含了中蒲雙色廚藝的示範 還有各程區程的講座 大家又怎麼可以錯過呢 請坐下 她們feed開演唱著 金牧園 都那都不幫忙 沒有錯過了 集中文章 我們早 inviting來 集中文章 提到 集中文章 曆 報告 總結 2014年11月6日至9日 豪江勝會即將震撼呈現 陸海空三展連來 世界為澳門學彩 又到了今星期看電視有掌總電話警察遊戲66883005 今星期問題是豪江勝會澳門公務機戰 今年是第幾屆舉行 知道答案的朋友就快點打電話來66883005 只要答中而有被抽中的朋友 就有機會獲得入場門圈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同樣時間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